欢迎收看我的熊老师 陪你教数学 池塘中扶贫会不断的成长 按照指数型去成长 观察的数据会置如下图 原本占1平方公尺 一天之后变成2平方公尺 到第二天变4平方公尺 到第四天是16平方公尺 那小明看了图表说 从4到12的话只要1.5天 小华说4到12所需不止1.5天 谁对 来按个暂停自己想一下 那这里有一个基础动作可以做呢 就是把3这边是8嘛 标起来没有问题 这题没错它也是学测题 然后我选它也不只是因为它是学测题 或者说应用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它一样 可以从图形的凹象去判断 因为它所提的这个12天 不是随便提的 12刚好在16跟8之间嘛 所以我们来看这边 如果今天 我们只看3到4的这段把它放大好了 这个是8 这个是16 如果今天它是斜直线的话 那么 12对过来的这边 就会刚好是终点 也就是第3.5天 但是因为指数函数图形是一个凹口向上的图形 中间时间点对过去的位置呢 会低于原本两个值的平均 也就是说到第3.5天的时候它还不会到12 所以要到12平方公分的话需要不止5天 Ans小滑队 可以吗 然后我们来看这一题 平面坐标中如果A是P3 B是Q12 两点接在Y等于2的X次图形上 求AB 那你可能会想说这样子这一题要怎么做呢 那其实它既然在Y等于2的X次的上面代表怎么样 代表其实2如果P次是3 2如果Q次是12对吧 然后呢 这个因为我这两点 这一点叫做P3 这一点叫做Q12 我们要取两点的线段长 是指这个直线 2.01直线的线段长 那它其实它的这个做法 AB线段呢 它其实会是X相减 平方加上Y相减 你就发现Y是我已经知道的数字 是12减3嘛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AB线段的话 其实你只要知道Q减P就好了 那Q减P要怎么取得呢 Q减P要怎么取得呢 只要拿他们两个相除 就会得到12除以3是4 所以其实Q减P是多少啊 2 那么所以其实AB是多少啊 2的平方是4 和9的平方是81 开根号 所以 是根号85 这样可以吗 然后我们来看这一题 因为这这几 作业的这几题都还蛮值得一交的 所以我们就多看看 要你求这个Y等于2的 这个X减1次 就是跟X减Y图形的全部交点 先大概画一下 X减1次图形向右移一单位 图形向右移一单位 所以说 画过来一点 这里是1 2 1 2 然后X减Y等于0 也就是X等于Y 那他问你说的全部交点代表 是说他也有可能没交点啦 不过这题是有 这题是有交点的 Y等于2的X次 本来是跟X等于Y没交到 但是我们现在 右移一单位啦 所以他是有交到的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那他这样子交的这两点 到底是哪两点呢 其实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到 我想要找这两点 我们只要把怎么样 两个图形同时退回去 接左移一 那这个图形就会变成是 那当时我们其实有讲 这两条线啊 其实会刚好交在这个 01和12上面 现在你看到的图 是我把他这两条线 一起左移一的结果 那所以怎么样 再移回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交点为 所以再把这两点 右移一啊 是11和22 X带1进去的时候 2的0次是1 X带2进去的时候 2的一次是2 然后我们来看这一题 如果XY都是正数 而且X加Y是2的话 3X次加3Y次可能为下列盒子 不知道你有没有第一时间就发现 他跟什么事情有关 因为同底数相乘 指数相加 他跟算计不等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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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是2嘛 所以这样算出来是9开根号是3 会大于等于6 好那所以我们算计不等式的时候有讨论过 就是说 当左一半等于右一半 那你就发现就是X等于Y的时候 是来到最小值 这个时候X是1 Y也是1 那当你的XY差距越差越多 差到最多 因为加起来是2嘛 差到好像都是正数嘛 差到最多 假如我们抓20的话 当然0不是正数没有错 但是我们先看 如果一个是2一个是0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来到他们的 其中一个会来到最大值 会是这个 会是9 另外一个是来到他的最小值是1 这样合起来会是10 这样合起来会是10 这会是他的 这个的最大 但是我们刚刚讲 因为不能等于0 好所以就说 这个当 X等于Y等于110 3X加3Y 恰 为期最小 最大值是10 最大值是10 那 实际上 实际上 3X加3Y 恰 大约等于7 最大值是10 那实际上不能是10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 A N S 选这个 7 8 9 可以吗 好 那我们这堂课上到这里 下一堂课开始会介绍 这个指数的不等式 10 1 2 2 3 谢谢观看